把水口转过来挂一些东西 试一下试一下,怎么这么黑 想着把水口转过来,不幸转掉水喉 怨天怨地,不如 今天陈师傅教你几招 如何收取水喉 首先我们将皮戒开 首先紂開大面 紂通後, 裁開的膠原油 膠原油的膠原油 後面不斷, 用電線 拉一下 就斷了 然后用砂纸放进去 最简单的方法是烧银行 烧银行之前一定要松下汁 让它可以排气 以及吹烧银行里的水 不能有水 烧银行用银行来烧银行 烧好了 有时候烧不到 我们可以加一些银沙 容易烧好多 刚才教了用黄气烧 但黄气不是经常买得到 或是一般的烧银行 未必会有 那我们用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用石刊 烧石 烧石也可以 烧石也可以 但烧石难保 我们首先 散散它 用花纸 然后找一些电线的芯 一碟一般的1.5电线 我们把它撕开 拿一条芯来做 我们用电线的芯 烧一碟一碟 然后不断这样打圈 用电线材料之后 我们用松香 谈谈谈茶 混成通知 awareness 用手工都会拿下电线材料 用电线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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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要繞多一個圈 現在我就繞一個圈來示範 一半刀一個圈都可以 我們要記住要打通 燒部分不能碰到櫻泥 不能碰到牆身 否則熱量就不能提升 要塞大一點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空節來做 我們首先散乾淨一點 現在市面上有這些梳結 沒有中間的心 我們可以用這些來做 就是這間浸溢水喉結蓋零件普買的 首先在後面 抹在中間的位置 下面也是 下面就是用電線固定 用電線固定 不要讓它掉太多 另外一邊呢 就在這條 這條 要薄的頭那裏 也是這樣做的 要用電線固定 然後用茶松香 然後用茶松香 用茶松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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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茶ield 出明半泥 先把通結 拉出 後面刺激 吸 внут小 olmak 套出 一個頭裏 頭裏 烤鱼 旁边就可以烧 先烧下面的鱼 先烧到上面的鱼 开启 如果找不到空间 我们可以处理到这个问题 先处理2个 再处理2个 推入墙 亦可以解决问题 亦可以塗上重香 我之前有些影片也教过如何烧 可以留意之前的影片 另外我们可以套过通关的腩疏结 不烧开我们用酒腩也可以 但多时酒腩疏结 有个卡在中间 如六分下为例 我们可以用玻璃拆梳 用22mm 钻嘴 梳通 就可以通了 我们做通腩疏结 就打胶布 亦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也有教到的 同样的方法 放入墙 要把前后盏透鱼 用大力盐浪 浪泡 便不漏水 如果做不到通腩結 也可以用四個曲子 一樣像走石一樣 走腩 不流水都可以解決問題 以上幾個方法 都是我會經常去用的 那我就教識了你們 你們自己轉圈後 就自己搞定 不要找我了 把我關到這裏 就要把我關在這裏